哎呀 点个赞 这朋友圈太有意思了 呦 中国队再次出征 一比零大胜沙特 哎呀 评个论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今天 喊了好久 终于把梦实现 发送 哎呀 哎呀 哥你来了哥 干嘛呢 哎呀 你看这朋友圈太有意思了 这你看啊 一对小夫妻吵架离婚 分完财产分手机 这手机怎么分啊 当场决断一人一半呢 哈哈哈哈 分享给我 必须的 哎呀 我来评个论 夫妻分家 一对奇葩 哎呀 呦 哥 啊 你这朋友圈 里面咋全是面膜呀 我跟你说啊 你别说话 除皱 嗯 除豆 那是 美白 哼 暴湿 接着念 哎呀 除口臭 嗯 治虎臭 嗯 治脚气 弟弟 知道哥哥现在干什么吗 你哥 我现在就是朋友圈里的 微商 微商 对 哎 微商 哦 哎弟弟 哦 你脸上咋起个痘呢 知道为啥起痘吗 脸干 缺水 呦 那咋办呀 不水呀 我谢谢哥 拿来 呦 面膜 用好了 买套装 哇 你这副业做的挺大呀 啊 你哥 哥我在朋友圈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这个 脸 面子 懂吗 弟弟 面子 如果你不爱敷面膜 不要紧 你可以用它熬粥喝 哥俩大咋 弄俩桂圆 照样 要到并除 哥呀 我太感谢你了 您请上座 哎呀 哥 嗯 我给你点个赞 啊 转个发 嘿嘿嘿 要我说你是我哥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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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啊 这大中午的不吃饭 干嘛呢 吃啥饭呢 刷朋友圈呢 喝点西宁鸡汤 哎 哎 这朋友圈还管中午饭呢 必须的 哎 我没白教他 哈哈 哦 原来是你小子教的 啊 你看把这孩子给毁了 哎 老张 我觉得这样挺好呀 我觉得小刘 这是给我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户 拉倒的你啊 你看看你现在这一天 哎 他现在这一天啊 不调皮 不捣蛋 不喝水 不吃饭 那身体不就完了吗 坐坐坐 你不懂 嘿 来来喝 我就纳了闷了啊 哎 你说现在的人啊 他有什么事 为什么都需要上朋友圈上去发呀 他不往朋友圈上发 他去哪发呀 再说了 这心里有事了 自己对着镜子说 那早晚憋成神经病呢 就是 我是说那有什么用 老张 这个就是微信的好处 咱们就说这朋友圈吧 你足不出户 不出门 就可以知道你认识人的所有动态 对呀 哦 动态 哎 那好啊 我今天就跟你请教请教 什么动态 各种塞呀 有塞汽车的 看看 有塞飞机的 你下的摔着 还有塞游艇的 哥问你一个事啊 你说这个朋友圈 他为什么用晒呢 嗯 我总结 一个字 什么字 看他 嘚瑟 行行行行 那我再问你们一个 你说 这人他晒了一天了 到了晚上 他总该休息了吧 休息 老张 你闹呢 一到了晚上 又有人在朋友圈里发各种的求喝酒 求买醉 求喝高 求灌醉 这夜生活才也能拿出来晒 那是必须的 因为这才是重点 像你这种没有夜生活的人 是无法理解我们的心情 老张 我算明白了 你压根就不懂生活 我不懂生活 我不懂生活 你懂 还有你 你懂生活 你们两个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吗 真正的生活 是和家人朋友活在现实当中 而不像你俩这样 看似潇洒 其实就活在空虚寂寞里 这人他不能总活在网络上吗 Oh my god 你不懂年轻人的生活呀 Bingo 小婉 我跟你说 你这么弄身体圈 你该这么多 你得去 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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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来了 怎么样 老子来了 张师傅 你在这儿了呀 小婉你来了 坐坐坐 喂 你来得正好 刚才呀 我跟这俩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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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不清了 哎呀 就把我给气的 你说 喂啊 你怎么过来了 张师傅是这样的 我和我们部门的几个同事啊 给您那个长期救助的孩子 凑了点钱 好让他看病 这事我没和你说过呀 您再想想 您都和谁说了呀 我就跟 跟小 就是小王 他告诉我的 我就和小刘啊 想把这个事啊 给您个惊喜 然后就把这个事 发到了朋友圈上 这也算爱心传递了 对呀 喂 那个 我问你个事啊 你说 就这个事 他发到朋友圈上 真的有人信吗 朋友圈啊 还是有一定的公信力的 对不对 我老婆说的对 再说了 老张 你平时对我们那么照顾 我们帮帮您 那是应该的 我们应该的 来来来 你看我说什么好呢 在这 我跟你们说声 谢谢了 老张 您不用这样 你现在 知道我和小刘 说的是对的了吧 朋友圈 确实很强大 对对对 行了行了 说归说 闹归闹 要我说啊 这个事 应该感谢朋友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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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